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民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布林肯重新对台态度 拜登要保持美军优势 美媒说 秦江或将出任中共外交部长 战狼外交政策这么强硬 中共千人计划招聘官上诉 被纽约巡回法院驳回 特斯拉股价暴跌 马斯克身家跌上千亿 六四集结案延销 彭满原话 历史章宣判我无罪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布林肯重新对台态度 拜登要保持美军优势 27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再次对外重新美国维护台海和平的决心 总统拜登召集美国防高层会议时说 要维持美国的军事优势 美国加快了高超音速武器研发 有望在本财政年度布置首个高超音速导弹系统 布林肯26日在彭博社举行的一场活动中 再次重新美国维持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 并确保和平解决两岸之间分歧的决心 讲到台湾挺身维护几十年来的主张 也就是这些分歧必须得到和平管控和解决 不能够也不应该有任何对现状单方面改变 尤其是通过武力方式 而且我们在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上 有着持久利益 布林肯说 我们不想要冲突 我们不想要冷战 但同样我们坚决捍卫我们的利益 坚决捍卫我们的价值观 同日拜登召开了美国防高层会议 国防部长奥斯丁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米利上将和国军兵总的指挥官参加了会议 拜登说 我们必须负责任感管控 和中国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我们必须维持我们的军事优势 清楚表明我们不寻求冲突 拜登说 提升美国军力是他个人 以致这届政府工作的优先事项 美国要以无庸置疑的世界最优秀军力 应对各项全球性挑战 美国亚太助兴康达26日 也再度提及 与地区盟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共同抵制中共的脅迫 它并在新加坡的联合声明中 重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表示两岸分歧应和平解决 新加坡方面就说 稳定的美中关系对区域和全球和平 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 美中两国应维持开放沟通渠道 以减少误解和误判的风险 美国空军大学附设的中国航天研究院 近日发布一份报告 披露中共火箭军详细部署 被外界认为是美国对中共阻击的 民主党立委林俊宪对《自由时报》表示 美国情报能力在乌克兰已经得到证明 实在难以想象美军到底对共军内部资讯 掌握有多深 这份报告说它就是要告诉中共知 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掌握之中 不要轻举妄动 透过揭露资讯阻止潜在冲突 这个也是情报战最重要的功能 也有网民讽刺地说 私隐全部被看完 这场仗还怎么打 美媒说 秦江或将出任中共外交部长 战狼外交政策更强硬 在二十大之后 国务院人士将面临改组 外交部长王毅进入政治局后 可能升任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 外交部长可能由现任驻美大使秦江接任 华尔街日报认为 中共即将改组的新外交团队 将提拔一些最忠诚 也是最强悍的战状 未来将持续推动战狼外交 面对西方国家当时采取更激烈的斗争态度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秦江是明年春季出任中共外交部长最热满人选 秦江之前获习近平音点 在去年7月起担任驻美大使 现年56岁的秦江以他在维护中共利益时 常有的犀利言辞而文明 他上周六进入由205名委员组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 成为自毛泽东时代结束以来 所谓直接晋升中央委员会的现任大使 报道说现任外交部长王毅进入由24名成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他将接替即将退休的杨洁篪 成为中共最高外事官员和和美国政府的主要联络人 王毅曾被认为是彬彬有礼的外交官 2013年出任外交部长后他变得那么强硬 有时甚至延迟非常尖锐 分析人士说王毅、秦江都是习近平强势外交态度的主要代表性人物 20大人事报告表明中共无据家剧紧张局势 将继续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 美国致富史丁申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韻说 如果明年春天确实由秦江出任外长 将表明中共的外交人士安排抛弃过去惯例 被迫隔提拔的秦江 会在对美外交上发扬习近平强调的斗争精神 报道说美国和中共官员正是讨论拜登和习近平 下个月在印尼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的可能性 分析人士预计就算进行会晤 也不会出现和解性结果 知情人士也透露 近年来习主导的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成为外交事务主要决策机构 习近平音点关键外交工作崗位的任命 习近平主张与西方国家打交道那时要有斗争精神 并批评中共一些外交官崇美 中共千人计划招聘官上诉 被纽约重回法庭驳回 5月24日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驻纽约办事处 首席代表柳中三在纽约南区联邦法庭被判10个月监禁 他不满上诉 25日纽约第二巡回法庭驳回他上诉 维持原判 柳中三原是中共外专局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在外专局已有26年之力 该局是中共政府主管国家致力引进的行政机构 据起诉书2017年3月柳中三到纽约上任 在美国主要大学寻求高数值专家到中国工作 很快发现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驻美人员 难以获得在美国的工作签证 将危及运作 因此他向上级回报后 决定为他的工作人员寻求J1签证 也就是交流访问学者签证 2019年9月柳中三在新宅西州被捕 他被控涉嫌串谋用虚假手法欺骗美国 为中共招财引致官员获取美国签证 之所以发生签证欺诈 是因为交流协会在美国的所为并非正大光明 他的僱员在美国全职搜罗人才 挖掘美国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 不方便以外交签证赴美 只能以染人耳目的J1访问学者签证入美 柳中三在2018年1月向上级报告说 申请外交签证的不利之处在于 作为外交人员 工作灵活性和独立性将受严重限制 和设立海外办事处的初冲不一致 针对柳中三挑战J1签证缺乏明确标准 第二巡回迅速停法官认为 J1签证持有人必须是真正的学生学者 临时去美国以教学为目的 指导或讲课学习 任何研究学者从事未经授权工作 将被视为违反其学目身份已经写得很明确 今年3月柳中三被陪审团才决定最后 仍然坚持认为他的犯罪行为既轻微又合理 而且他只是按照上级指示行事 这些藉口也被南区联邦助理检察官和法官一一搏斥 女法官卡普罗尼在今年5月判刑时说 作为客人来到美国这个国家 就要尊重美国法律 按照上级指示行事从来不是辩护 也不可以减轻罪过 根据量刑指南 签证欺诈罪名 适用量刑范围是8-14个月监禁 柳中三的辩方律师要求不入狱 卡普罗尼法官最后判柳中三复刑10个月 仍满后直接驱逐出境 特斯拉股价暴跌 马斯克身家跌上千亿 特斯拉SpaceX创办人马斯克 稳助全球首富宝座 一举一栋牵动全球投资市场 就连他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也有多达超过千万粉丝追随 影响力不看得少 不过由于特斯拉股价狂跌 导致马斯克的财富 蒸发近1,100亿美元 即使是这样 目前他依然稳助全球首富的地位 根据外媒报道 去年11月 马斯克个人身家达3,200亿美元 不过短短不到一年时间 他的身家却蒸发超过1,100亿美元 金额比Google共同创办人布林 个人身家1,070亿美元还要多 关系今个月 马斯克身家就少了280亿美元 即使是这样 至今他依然稳助全球首富的地位 据了解 目前马斯克在特斯拉的持股降为1.55亿股 比例不到15% 而马斯克为取得收购推特的资金 过去一年内已出售价值310亿美元 特斯拉股票 对此Red Bush分析师Dan Ives 说 特斯拉投资者面临的问题是 马斯克可能会出售更多股票 来为这笔交易提供资金 我们认为这个将成为史上最恶劣的过度支付 并救交易之一 六四集结案燃烧 彭满源说 历史章宣判我无罪 YouTube频道牧师和你颠 创办人彭满源 彭满宣妇女赵美英 因今年1月旁听周恒彭六四集结案时 做出拍手等行为被控煽动罪 彭亦被指在他的YouTube频道 做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作为 案件早前审结 裁判官郑廉迟27日裁定两人罪名成立 分别判酬一年同三个月 第二被告就获准保释等候上诉 裁判官判决那时说 首被告彭满源YouTube频道影片内容 批评法官不讲法律 以及制作、上载、广播相关影片等 引起对司法藐视和憎恨 裁定他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作为罪成 至于发表煽动文字罪 裁判官指当时法庭内发生两次拍掌后 裁判官已发警告 但两人在众目攜攜下公开批评裁判官失去良知 处理案件不公正 引起对司法憎恨和藐视 具煽动意图 也必然知道他们行为具煽动意图 武律师代表的彭满源亲自陈情话 他被裁定罪成 表面上是控方得胜 但从守护良知正义 捍卫人权上却是自己得胜 彭满源又反问到底是谁煽动谁 谁才是真正的煽动者 又强调说历史章宣判我无罪 第二被告赵美英的代表律师求情说 被告一代对六四有强烈看法 当时只是对法官裁决一时冲动发表有关言论 他的影响力极小 希望法庭可以轻判 裁决后赵美英律师提出保释上诉申请 获裁判官接纳 在今年1月4日 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周恒彤 涉嫌善惑他人参与六四集会案 周恒彤当日被定罪 致行求情那时旁听直传出掌声和欢呼声 最后有三男一女被登记个人资料 同赶出法庭 当中包括彭满源和赵美英 之后彭满源被控 作出一项或多项据煽动意图作为罪 以及赵美英同被控一项发表煽动文字罪 自4月被捕后 彭满源一直被还押至今 期间多次申请保释都被拒 赵美英就准以现金2万元保释 期间不得离港 需交出旅游证件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